电车门一开 所有乘客一脸惊恐 拔腿往外逃 还有人没站稳 跌倒在地 另外有人捕捉到车厢内部状况 也是一片混乱 大家都想往外逃 全部挤成一团 因此有人出声说 让小朋友先走 原来25号下午 日本东金山首线列车 传出有人亮刀 引发众人恐慌 争先恐后要逃离车厢 列车踩钢倒战 民众马上冲出车外 从事后的影片可以看到 空荡荡的车厢内 有人连鞋子包包掉了 都来不及见 警方事后逮捕了亮刀男子 50多岁的他 共称自己是一名厨师 因为这一天他辞掉餐厅的工作 所以将刀子带回家 但搭车时睡着了 包裹菜刀的毛巾脱落 才会让其他乘客 看见刀子引发误会 而这起事件 一共造成三人摔倒受伤 至于男子是否 真如他所说 是不小心亮刀 并非故意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东西市面国际中心 综合报道